猜猜看 小伙子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在吃 其实他自己没饿 他是怕旁边这位饿了 吃了就赶紧喂他 这家伙怕是哪根筋搭错了吧 对他这么好 我现在也有点搞不懂他了 一般来说都是公鸟比较主动的 咱这完全搞反了呀 看这公鸟嘛 反而像个大姑娘一样 站在那儿等着小伙子来喂他 他们俩真的是太搞笑了 看吧 小伙子又在喂他了 这完全就是一副甜狗模样嘛 这才合拢几天呀 这姑娘就被小伙子给拿下了 这家伙简直是太热情了 看到没 头上的鱼管都帮他打理干净了 这家伙就像小伙子养的小白脸一样 天天什么事都不干 一来伸手 饭来掌口的 还等着小伙子来喂他 呵呵呵 这时我完全没想到呀 这待遇简直是太好了 不过话说回来 自从有了另一半之后 这家伙明显是活不多了 而且现在天天他也不觉得无聊了 有事干了 看吧 感觉不是给他买的老公喂 好像给他买了个儿子回来一样 过一会就要喂他 生怕把他饿到了 这小伙子真的是太舔了 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咱们好歹和他相处了一年呀 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好过 甚至我感觉他连正眼都没有瞧过我 这家伙才回来几天呀 就彻底把他给迷住了 这么仔细一看确实好看啊 难怪把小伙子迷得一愣一愣的 瞧着放花痴的小眼神 呀 这真的简直了 看我还能不能摸到他啊 来 这家伙 还咬我是吧 算了 鸟大不中流呀 咱们之间仅有的一点感情都被取代了 现在他是彻底不留我了 又开始了 好像是前几天开始的吧 他们俩就好上了 这一天天的全是鸟粮 太腻歪了 本来这公鸟是不理小伙子的 但是耐不住小伙子热情呀 我也不清楚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公鸟突然就顶不住了 有时候还会听到他们在笼子里窃窃私语 你一句我一句的 鸟里咕噜的 不知道在说什么 呀 子看吧 这小伙子又在喂他了 这真的是把他当儿子养起来了 行了 你们继续 我也走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小动物 想每天看到他们的话 记得留下个关注哟 我会经常更新他们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